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殿重建的意象 第一个部分 谈到圣殿的属灵的意义 在以西节书的三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提到耶和华将要在他的子民中间设立圣所 圣殿是上帝与子民同在的一个记号 但是以色列人因为犯罪 圣殿因此受到了所谓的污染 上帝就离弃了他的子民 圣殿被拆毁 因此我们说复兴的时候 圣殿又再一次的回到了那样的一个复兴的意象的荣耀的光景当中 而以西节把它宣告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以西节用很长的篇幅描述圣殿的蓝图的那样的重建的情景 大致上这种的圣殿的本体跟所罗门圣殿的规格在这个本体上是类似的 因此我们说从这一段开始 我们来思想上帝如何的以重建圣殿 让他的荣耀再一次的归回来做一个概念 以西节在意象中被提 来到了圣山 有一个人领他来巡视圣殿 从东门进入外院 再从外院进入到内院 从内院又进入到圣殿的本体 整个圣殿我们可以看到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要如何解释从以西节书的第40章到后面的48章 都在谈跟圣殿有关的这些的信息 是要用字面来解释呢 还是用象征性的概念来解释 如果从启示文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意象就不完全 也不应该是完全是用字面来解释他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他信息可以基本上归纳为以下的五个点 这五个要点就是 第一 神要再一次的回到他的子民中间 跟他的百姓永远同在 第二 就是圣殿要成为一个新的敬拜的中心 在新的时代的开始 第三 神的恩赐将会如同泉源般的滋润泉地 第四 罪恶全然的除尽 公义至终得胜 第五 神的国度和权柄将会永世无穷 当然 按历史上 以西节的圣殿 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建过 在今天的保守派的犹太人 他们的确是按字面 要来重建所谓的以西节的第三圣殿 只是我们说 这种圣殿的重建 如果以我们的角度应该以象征性的解释 比较符合圣经的属灵的含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来看 使徒约翰他所看到的新天新地 他所看到的新耶路撒冷的城当中 其实已经没有圣殿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他没有看到城内有殿 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个城内又不需要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这种荣耀的光景里面 似乎没有看到第三圣殿 所谓的以西节圣殿的重建 没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当以西节看到这个圣殿重建的光景的时候 是在以西节他们被掳二十五年以后 所以他被掳二十五年后 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的光景 有一个人把他带到了那个圣山 然后拿那个芦苇的尺 就在那里一一的逐一的去量圣殿 跟圣城有多宽 有多长 这种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荣耀原本离开了 现在上帝荣耀要准备进来 而这种的光景就开始在量那个尺寸 那么关于荣耀的圣殿 跟圣城的预言 我们要如何整体性来看待 到底我们要如何去解释呢 这个圣殿基本上 如果我们按照以西节这个四十章 四十一章四十二章的描述来看的话 基本上它的尺寸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比耶路撒冷还要大 而且按照西伯来书和启示录 似乎重建圣殿恢复祭祀 好像也不是符合西伯来书的教导 所以当我们解读以西节书的四十章到四十二章 这种圣殿的重建 其实必须按所谓的象征的灵异来解释 而宗教改革家包括马丁路德 包括加尔文 他们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 他们认为这个意象代表了教会的发展 还有最终教会的完成 是上帝的荣耀要重新的住在教会的里面 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是以西节书四十章 我们说整体而言 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到圣殿重建的概念 进到以西节书的四十一章 就是圣殿重建的意象 第二个部曲 度量圣殿尺寸的意义 在以西节书的四十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位使者带领以西节进入圣殿 从东门进去 然后进到圣殿里面 我们又看到有三道门 有内院 有圣所 有至圣所 至圣所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的 我们看到这些的门宽 我们看到这些的门的 还有他的深度 非常的详细的记载 从以西节书的四十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位使者 他拿着杆子 这个杆子长六轴 大约三公尺左右 他说这个杆子长六轴 零一长 然后就拿着这三公尺的杆子 然后带领以西节 每一个地方 连圣殿里面的那种细节 一一的描述 这种的描述 从外院的东门 到北门 到南门 这种的架构 以西节书这样的记载 是不是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呢 当你看到 《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你似乎可以这样的理解 约翰说 有一根尾字 也赐给了约翰 当作凉度的杖 且有话说起来 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我们说这个杆子 就是那种芦苇的杆子 非常的笔直 是当时候用来丈量的 一种标准的工具 按照新约 一贯的属灵的意义 这是告诉我们 圣殿就是代表的教会 而祭坛代表的祷告的地方 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 要凉一凉 那就告诉我们 上帝在凉每一个人 他生命的尺度 因此我们说 这种度量的概念 是非常有意思的 也就是教会 今天有没有符合上帝 心意中的尺度 上帝量你我的生命 有没有符合上帝的 心目中的标准 因此这种度量 两个意义 首先按照属灵的概念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 上帝也是量身定做给我们 以福所书 四章七节说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让我们能够 每一个人都符合 那个所谓的尺度 合身 然后量身定做恩赐 给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在教会里面 发挥他的恩赐恰到好处 这是一个量的概念 尺度的概念 第二 就是每一个人 有了上帝的恩赐 我们还要长成 神儿子的样式 和他的丰盛的 那样的一个形式 在以福所书 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 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也就是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 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因此每一个基督徒 你我的生命 有没有反映 耶稣基督的尺度 有没有反映 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是上帝非常在意的 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 保罗说 我的小孩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直到基督 成行在你们的心里 也就是今天 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有耶稣基督 成行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让我们的生命 更像耶稣基督的尺度 最后 我们要来看 以西节书的四十二章 圣殿的重建的第三部曲 教会无限的扩大 当时候的圣殿 在以西节的时代 已经被毁 而所罗门的圣殿 已经我们说 从主前的九百六十年 到五百八十六年 这三百七十五年的时间 是所罗门圣殿的时间 可是终究 这个政治的重心 这个所谓的经济的重心 这个所谓的敬拜的重心 已经被毁了 所以在以西节的时代 圣殿被毁 他就描述了在四十二章 以西节书的四十二章 一个理想圣殿的样式 也就是这个圣殿 基本上跟所罗门圣殿的原 所谓的本体 基本上无论它的长 无论它的宽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它的宽是二十轴 长是四十轴 可是圣殿的外远 跟圣殿的整个规模 以西节所描述的 比较大多了 如果按照那个尺寸 以西节圣殿的尺度 是原来所罗门圣殿的三十六倍大 也就是说 这种越来越大的规模 我们今天来看 不再是用字面来解读 而是用一个属灵的意义 就是上帝的殿 就是万民祷告的地方 而这个万民不单是指犹太人 包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百姓 他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此最后我们要说 教会这个概念 应该是新圣殿概念的一个转化 教会就是神的殿 上帝住在教会里面 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是神的殿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提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圣殿的尺度 不一定是用所谓的字面 而是用属灵的意义来解释的话 那就是教会将会越来越丰盛 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在以福所书的一章二十三节 所以最后我们要说 当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重新建立 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 就是告诉我们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点 也就是耶稣复活的身体 将来也是教会建立的 非常重要的基础 也就是今天的圣殿 是一个无形的围墙 今天的圣殿 是上帝耶稣基督荣耀身体的 一个呈现 就是教会 而教会世界上 每一个地方 都会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教会 这就是一个无限扩大的概念 愿上帝祝福您 我们下回再见